我們再看其他國家的疫情 就是在日本東京疫情惡化 所以超過2萬人只能在家休養 交給佳琪 東京奧運已經落幕了 不過東京的疫情 似乎沒有隨著奧運也一起來結束 反而是越來越惡化 現在更有2萬名的確診民眾 現在是在家裡治療 我們就讓你看到這樣的數字 光是在8月14號這一天 就新增了2.01萬人確診 而且是連兩天破2萬人確診 這樣的數字其實是相當驚人的 比較起來東京7日比較比上週 多了8.7個百分點 注意見得現在東京疫情有多嚴重 而其實NTV也報導了 東京醫院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病床已經很緊繃了 周遭其他的縣病床也出現了不足的狀況 甚至東海大學的副醫醫師 他自己也透露了 他說從8月4號開始 新增了10到20床的重症病床 但是現在也幾乎是滿床的狀態 所以可以說現在的疫情 在他們來講真的是情況相當的危急 而現在呢2.17萬人確診 卻還只能在家治療隔離 這些比較輕症狀的很可能就會先待在家 不過呢有些人突然病情惡化 只能用這些家用的治癢機先撐著給他一點氧氣的輸送 所以常常呢出現了這樣措施治療期的案件跟遺憾的事情頻傳 最見得現在在東京疫情真的是相當失控 違反居家令被抓到如果要重罰10萬台幣有沒有人會怕呢 在澳洲雪梨已經封城8州 來看當地政府的做法交給家綺 而新冠肺炎疫情不只在北半球 延燒在南半球更是燒得也蠻激烈的 尤其在澳洲這個地方已經寄出了封權令 在8月14號這一天雪梨已經邁入了第8州的封城 而雪梨位於的新南威爾斯州呢 現在當然更是嚴加戒備了 24小時內已經增加了466例的確診案例 而單日新增數呢也屡創新高 對於在南半球的澳洲而言 現在真的是相當頭痛的問題 而我們對你來看到的是澳洲政府現在寄出了嚴格的居家令 如果你違反了居家令的話 或是你隱瞞接觸史 如期解封的可能性可能就會跟著降低 而且現在政府還寄出了鐵腕手段 如果你違反居家令 或者是你隱瞞你的過去的接觸史 將寄出最高5000澳幣的罰還 而這5000澳幣換算下來大概是10多萬的台幣 寄出這麼樣子的鐵腕政策 無非就是希望能夠趕快的來控制疫情 南韓出現了接種疫苗的嚴重疏失 有人被打了一整瓶的輝瑞疫苗 是一般的五倍之多 這就要給家綺 而現在各國想要來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群體免疫當然就很重要了 而群體免疫的關鍵就是來施打疫苗 而在鄰近的韓國當然也是這樣 不過現在在接種疫苗期間 就出現了很多的出包事件 我們帶你看到了這樣子的案例 在韓國中興北道的青州市有一個醫療機構 他幫民眾來注射疫苗 原本是美疫但是近人施打的是過量的疫苗 怎麼說怎麼定義就過量呢 原來他們是幫10名接種者分別 每個人都接受一整瓶的輝瑞疫苗的注射 等於是超量五到六倍 因為通常一罐的輝瑞疫苗 我們是提供給五到六個人來接種 可是他一個人就把一瓶打完了 當局當然就很緊張了 到底是人為疏失呢 還是刻意要來做實驗 現在都要查個清楚 但是當局很在意的原因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6月10號到11號之間 其實之前在全羅北道的福安郡 也有一家醫療機構 之前是幫五名的接種者 分別的都注射了五倍劑量的嬌生疫苗 所以這樣的蔬石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當局當然很重視 現在韓國的衛生當局 正在追蹤接種者的後續狀況 有沒有人出現嘔吐發燒身體不適的狀況 或是有更多的副作用 現在都要密切觀察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